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回到5点79分的活祭音点 在今天的广东话嘉宾访谈晚节 我们请到万感市第二区的事业员 何护景胜来跟我们聊聊 首先欢迎何护景胜来 何护景你好 Hello 你好Ruby 欢迎你 相信现在都很忙碌 因为我们的万感市事业会 其实很快就会再重新开始 是的 大家知道我们就职典礼 就会在12月1日开始 其实就职了之后 我们才正式在一个新的议会的条件开始 现在到11月底 其实我们还在做旧的条件的市员 但是很有趣的 大家知道上次市选在10月27日 选完之后我们在万感市里有几位新的面孔 譬如一个新的第六区有一个新的市员 另外第四区就转了人 另外我们regional的counselor 因为Gradlanden退休又有一个新的面孔 但对他们来说他们当然很开心 但是你知不知道原来 因为他们的身份就叫做后任市员 就很多场合他们可以参与 还有很多时候都会被人认识他们 但是他们不可以主持任何仪式 其实你这样算下来 他们都很快就会成为正式的市员 我又很想问一下 其实短短你说市选选完出来 都真的正式上任 但那个几月其实没得上台 都没什么所谓 会不会呢 是的 但是今年又很特别 因为大家都知道在我们万感市 其实我们很多地方都有个发展 譬如我们明年有个Panem Center 我们今年又很成功地邀请到若克大学 即是搬进来的万感市 在今年的11月就有很多这类的仪式 其实我们是 其实在说11月我们都相当忙的 你这样说的好像是 好像以往选完之后到开始上任 中间那段期间那段空白旗 好像没什么活动 不过今年好像特别多 很多 因此今年我见到有几位新面孔的 市员他们相当于开心的 但是他们常常问 那我都是后任市员 为什么没有我的份 其实他们明白一样东西 就是未宣誓之前 他们不可以担任任何的仪式 等多一会 等多几天 其实很快都到12月了 但我也很想问一下Alan 其实我们万感市的市民都很想知道 正如你刚才也说到 譬如Panem Center之前 又见你好像主持了一个开幕仪式 是这样的是不是 是呀是呀 我们在7月份做了一个动土仪式 那最近 你知不知道Panem Center已经起好了 整个已经完成了 整个已经完成了 是呀 我们最近在11月 其实上个礼拜 就是一个正正式式的开幕仪式 我们请了很多嘉宾来 你知不知道当日来参观的市民 接近三千人 非常非常热流 在入场的时候要排长浪 还有那天其实是下着无无小雨 看到市民 但是市民都很踊跃 很踊跃 那种的兴奋 其实大家都很兴奋 为什么呢 这个Panem Center 尤其是游泳池是各种水准的 50公尺的游泳池 其实你现在看回我们 万感市其他公众的游泳池 其实没有一个是 我们其他那些全都是25公尺而已 其实最兴奋的就是希望 这个Panem Center 快点完成之后 万感市的市民可以用 你觉得对了 我们Panem就在明年7月和8月举行 其实过了8月份 到9月份 市民就可以用Panem Center 即游泳池和其他设施 另外就因为我们万感市 有一个Panem Center 其实约克大学的兴趣是特别大的 你知不知道约克大学的校子 就刚刚在Panem Center的西面 即后隔离 他们的看法就是说 他们如果在那里建了校舍之后 他们不用再花钱去建任何运动场 是立刻用到运动场 在郑隔离 在郑隔离 其实他们是相当之开心的 其实他们又开心 就是万感市的居民都很开心 是的 我想问问Alan 因为我那天没有去到 可不可以都趁这个机会 跟我们家庭的观众讲一下 其实这个最新的 这个泛美运动会的一个会场 有什么这么特别的设施 它最特别就是 首先一样 它那个地方是大得不得了 总共有14万7千尺 有没有一些概念 譬如多少个足球场 相等于或者多少个游泳 它有一个大游泳 主要是举行水球 50个米的长度 有10条连 可以想象是相当之大 另外有其他地方可以用来做羽毛球比赛 篮球比赛 还有冰凡波比赛 就是说它有其他地方是multipurpose的 地下已经滑了那些 比如乳毛球 和蓝球那些线 如果放一些冰凡波球 卓在这里已经可以打比赛 另外它的观众席有800多个座位 大家想象一下800多个座位有多大 就是我们的慢感的座位是580个座位 还要大过一个座位 很厉害 完全是符合这个国际标准 是的 大家可以想象到有多大 其实那个外形 大家已经可以现在看到了 它就在Kennedy和407的北边 很接近YMCA那里 还有它外面也有很多五颜六色的装修 相当于漂亮的 其实有时开车经过那区 或者经过会场附近 看到那些路好像未整好 以为它还在建 原来已经完成了 刚刚完成了 是的 那预计譬如它旁边的配套设施 譬如它那些加空灯 或者其他路段 会多久完成到呢 基本上它需要的东西都完成 譬如说它那个泊车的地方 已经有个停车场 其他那些地方其实是有其他的发展 那路面那些东西基本上就已经 就是配套已经相当之好 已经完成了 那我相信大家知道 那个位置就叫Markham Center 那其实在来近这五年十年 逐点逐点发展完成了之后 你会见到整个万感市的市中心 是换言一新的 所以那里其实叫做Downtown Markham 就是这样的意思 没错 除了会有这个饭饮运动会的会场 之后会陆陆续有更多的新设施 是的 明白了 那我又好想问一下Alan 因为12月1号 你们就会开始正式想喝 你的心情其实是怎样的呢 我的心情当然很开心 正如好像我刚才所说的 就比起四年前 我当然是四年前更加开心 因为又不是市员变成市员 再加上就好像我刚才所说的 就是11月份 我们就好 每一样东西我们都想参与 但是又不到我们去参与 你现在这个心声 应该就是那些后用市的心声 是的 其实他们也有这样的 就是提及过的 接下来我们12月1号 就正式就职典礼 这次就跟上一次的形式会一模一样的 我们都会在Markham Theatre举行 还有他那个形式大致上就是 每一个市员 他自己讲他自己两分钟的演讲 接着就要宣誓就职 之后呢 他就是正式的曼甘市市员 大家知道我们曼甘市 连同市长中有13个人 因此整个过程都已经相当长时间了 就是超过半个小时 那你自己的心情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 而不但这样 还有就是对于我们 例如 例如 对于我们的市员来说 就是我们迎接新的一个Terms 其实旧的Terms 很多东西我们都没做完的 最主要就是 曼甘市是一个发展中的城市 交通问题永远都做不完的 所以我们这段时间 其实同市民处理的问题 大部分和交通问题很有关系的 因此我们新的一届 其实我们的集中力 主要就是一个交通问题 好 问题就是 交通不是一个城市可以做到的 因为大家知道了 一说到失车 其实不是曼甘市内部失车 曼甘市去多伦多又失车 去列治民山又失车 因此未来这些新一届的 大家知道多伦多又是12月头就职 列治民山又是12月1号就职 我们迟些会连同其他城市 一起坐下讨论交通配套问题 大家都很开心 我们多伦多选了一个市长 就是John Tory 他自己本身有一个交通大计划 那个叫Smart Track 他那个计划其实就是牵涉 不是只是多伦多市的 牵涉其实是有八九个城市的 曼甘市当然是其中一个 因为他有一条铁路 会经过曼甘市的 因此希望这个交通配套 是令到整个大多伦多地区的交通 可以得以舒缓的 听到这样 其实很多曼甘市的居民 应该都很开心 和其实很期待的 希望下一次再请Alan上来的时候 可以再和我们更新一下 曼甘市的最新资讯 还有如果有什么最新的消息情况 第一时间告诉我们 好 谢谢你今天 谢谢你 那我们现在先聊到这里 先休息一会 先回来 会再五点再见 谢谢 谢谢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